多少情侣恋爱的时候是柔情秘义,你浓我浓,但是谈婚论嫁的时候,就因为利益暴露出了丑恶嘴脸,你别不信,看看接下来案例中的女主人公,就知道什么叫大开眼界。 小慧和家人已经等了三天了,可准婆婆答应的彩礼钱还没送来,小慧的父亲已经微微动怒,大声说道,这都过了日子了,彩礼钱不都早就说好了吗,现在这是什么意思? 小慧的母亲善良又贤惠,连忙让她消消气,还安慰道,说不定是人家有什么急事,别急再等等。 这话可让小慧一机灵,她好像隐隐地知道了原因,她忽然想起几天前和未婚夫李昌君说的一件事情,原来小慧和李昌君已经恋爱两年了,前段时间两人见恋情稳定,就商量着结婚的事情。 于是就安排了两家父母一起吃个饭,聊一聊孩子的婚礼怎么办。 在饭桌上,两家人聊得还算是顺利,最终孩子的事情也算是谈妥了。 因为婚房李昌君家里买好了,所以小慧家里彩礼也没多要,给个十万走个过场就行了。 并且小慧家还表示,彩礼十万他们劳两口不收一分钱,再赔十万现金给女儿。 本来事情就这样说好了,小慧心里也十分感谢父亲的做法。 她知道父亲不要钱,就是给她挣一个脸面,留一份保障。 关于彩礼的事情,李昌君的母亲在饭桌上是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的。 还说下聘的日子都看好了,就是五个月后的初六。 她还非常诚恳地说道,小慧爸爸你放心,娶媳妇十万彩礼那肯定不算多的,今天俩孩子就算定下了。 到了日子,我亲自去送彩礼。 小慧啊,早点让我抱上孙子啊。 饭桌上的所有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,这顿饭吃得是顺顺利利,开开心心。 可没想到,这开心的背后隐藏了一个阴谋。 从那次吃完饭后,李昌君就总缠着她住一起。 保守本分的小慧有些胆小,可一想到都已经订婚了,应该也可以住一起了。 再说网上都说婚前试婚对女孩也是一种保护,所以她就跟李昌君住在了一起。 这不,住一起后麻烦来了。 原来小慧已经两个月都没有正常来例假了,她想一想,就以为自己怀孕了。 小慧第一时间就和李昌君说了,还慌忙问她怎么办。 李昌君一听也高兴得不行,匆忙挂掉了电话,就给母亲报告了这个消息。 电话接通后,她兴奋地说道, 妈,我听你的话了,现在小慧真的怀孕了。 电话那头,李昌君母亲更是高兴坏了,赶紧接告诉儿子不要轻举妄动,等确认了再商量下一步。 于是,李昌君依然对小慧体贴入微,一举一动都把她当成真的孕妇对待。 很快,定好的送彩礼的日子就到了,可就像开头那样,日子早就过了小慧一家人,也没等到南方的彩礼。 所以,在小慧妈妈说,南方家说不定有什么事实,她好像明白了。 可能未婚先孕就是李昌君家人的计划。 小慧这样想着不禁后背发凉。 第二天,小慧就赶忙去了医院查看了自己是否怀孕。 当检查结果下来的时候,她松了一口气,还好没有怀孕。 有了底气后,她赶忙给李昌君打去了电话问道,你们家怎么回事? 日子都到了,怎么还不来送彩礼? 可李昌君糊弄了几句,就把电话给了母亲。 她妈妈在电话里依然是客客气气,一直说有个存单有点问题,处理好了就凑齐送过去。 小慧根本就不信这种鬼话,她准备做一场戏,验证一下事实究竟是不是自己想的那样。 于是,她把未怀孕的报告收了起来,转头就告诉李昌君,自己已经确定怀孕了。 这个消息一出,李昌君的母亲总算是长吐一口气,她慢悠悠地坐在了儿子家的沙发上,对着儿子底气十足地说道, 小君呢,既然她怀孕了,那就是彩礼不给,婚礼取消了。 还是你好样的,让咱加白捡了个儿媳。 李昌君也被母亲嚣张得意的情绪所感染,连忙表示以后都听母亲的安排。 想了没一会,李昌君又多嘴问了一句,妈,万一人家就是不同意怎么办? 可母亲满脸的自信神态,表示道,你不懂,这女人有了孩子,就像是有个勾命的家伙。 早就身不由己了,你放心,这媳妇肯定跑不了。 所以,在以为小慧怀孕后,李昌君一家人一点都不着急了。 可小慧看到南方家人就像时辰大海一样没消息时,心里真的气急了。 她直接找到了婆婆和李昌君,大声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。 可这时的准婆婆一改那天,在饭桌上的虚伪嘴脸,就是一口咬定没有钱给彩礼了。 还说,现在家里没钱了,婚礼也不能办了,已经去酒店把酒席退了。 小慧虽然早就有所准备,但是听到这里还是气得要晕过去。 她颤抖地说,一分钱都不花了,是知道我怀孕了吧,做你们的大梦吧。 说着把自己真实的检测报告扔到了地下,头也不回地跑了。 回到家,就跟父母说明了实情,还把李昌君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, 按例中小慧还好留个心眼才没有结成婚,否则那样会算计的人家,嫁进去了才真的是噩梦。 这也告诉我们女性,在婚前决定结婚时要谨记以下两个原则。 一,女人在和男友交往时,应该适当地用一些小心机来小考验一下男友。 恋爱期间的男女都是甜蜜浪漫的,在这种氛围和情绪下,我们都想要更好地在对方面前表现自己。 所以,男性也不例外,在恋爱时期可能会给自己更多的伪装和包装。 有些男性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会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性格。 也有的男性会选择耍心眼,一步步计划着两人的未来发展。 和男性恰恰相反,女性在恋爱中是十足的感性,就连智商都会降低不少。 所以,保持理性是女人在恋爱中最难做到的。 但最好,女人们能在恋爱中,给自己的男友一些小的考验。 就像案例中的小慧,如果不是用假怀孕做诱饵,又怎么能把男友家的嘴脸看得那样清楚。 所以恋爱对女人来说,其实是具有一定风险的。 因为男性在恋爱中更容易保持理性,也就更容易玩心机。 我们女性就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,用聪慧和理智给自己一份安心。 二,拒绝未婚先孕,是女人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。 近年来,未婚先孕和凤子成婚越来越流行。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开放,也越来越爱自由。 所以,等到怀上了孩子,才不得不赶鸭子上架,赶紧结婚。 仿佛婚姻,就是因为孩子才在一起。 其实,未婚先孕对女孩来说,是一个具有巨大风险的行为。 首先,未婚先孕后,男方能不能娶你这件事并不能得到保证。 如果不愿意,那么对身体和名声都是巨大的损害。 如果愿意,那么这种行为也会降低自己在婆家的地位。 因为确实很多婆婆在知道媳妇怀孕后,就想给彩礼打折,甚至是不付彩礼。 就是因为吃定了孩子给一个女人带来的影响。 假如真的遇到了这样讨价还嫁的婆嫁,那这个婚结的也是心里不舒服。 最后假使你足够幸运,那么婚礼当天。 也必将有人私下讨论着新娘未婚先孕的事实。 其实每个女孩第一次结婚都应该是完美的。 保护好自己吧,别让未婚先孕成为小小的遗憾。 对于女孩来说,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。 在我们小的时候,就会幻想自己的浪漫婚礼。 其实,无论婚礼是奢华还是简单, 最重要的还是那个能把你放在手心里的那个人。